方块大作战第二轮 两分争夺战 马上开始 round two Lady go 第二轮开始没多久 我们看到松浩 他就还在底部 可是这个击贝的 他已经快要到顶了 所以我就想说 真是松浩的强项 这应该感觉 吴松浩明显有优势 你看击贝已经到很上面了 那个击贝已经快到上面了 阿环一家来击一分钟 大作中的一部位 你的肩膀做了 对我来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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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才乌兔澳明显是有优势的 他什么原因 我不知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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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啊 呃这这这说人啊等一下等一下 怎么怎么了不知道 啊 我觉得这一样能大大的出货我的医道 按照吴松浩平时训练的成绩 他轻轻松松都能够消气数都好 远远的好于他今天的表现 松浩你现在可以说 左右移动有两张的延迟 这不可能啊 有轻微的延迟就是说我按一下右 他往右移动了两个 这问题所以我也必须要指出来 吉贝你的键盘有问题吗 有延时的现象吗 再说不及时 好 他们可以交换键盘吗 交换场地 他当时提出设备有问题 我当然是觉得非常尊重 因为他们都是高手 或许他真的是某一个键 或两个键产生了问题 我想把这个商老金的问题 留给我们的国际评审 Robert Desmo先生 你看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那么我现在问一下日本选手的意见 这很重要 吉贝先生 我们刚才国际评审提出了这个解决方案 你接受吗 接受 好 松浩 你觉得这个方案你接受吗 好的 最初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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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我们的期望是 如果是硬件软件有毛病的话 那个毛病能够被重复出来 因为我们不能带着这个毛病 直接到第三轮 如果到第三轮出现同样的技术毛病 那我们就没法玩了 好 现在请两位选手交换挑战位 好 好 隐形模式 挑战开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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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开始我以为设备 出了点问题 但是在他们交换位置之后的话 还是孙昊输了 所以看来不是设备的问题 好 请两位来到舞台前